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获得嘎那评审团大奖 他与丹麦老乡拉斯丰提尔等人 共同发起了Dogma95运动 崇尚手持摄影写实 甚至拒绝人工打光 但狩猎并没有遵循这一原则 虽然成本只有300多万美元 却是非常老成稳固的剧情片 主演卖书还凭借精湛的演出 获得了第二年的嘎那影帝 故事发生在丹麦一个平静的小镇 这里人际关系简单融洽 几乎所有人都互相认识 男人们经常凑在一起打猎 郊卡斯在一家幼儿园工作 他经常与孩子们打成一片 孩子也很喜欢这个大男孩一样的老师 但卢卡斯的私生活不怎么样 已离婚与前妻的关系紧张 儿子马库斯跟母亲住 卢卡斯最近正在努力 把儿子争取回家和自己住 有一天卢卡斯带着宠物狗芬妮从超市出来 看你一个叫克拉拉的小女孩 她走迷路找不到家 卢卡斯就顺手把她送回家 克拉拉的父亲西奥跟卢卡斯是非常好的朋友 两人经常结伴打猎 西奥甚至熟到能看出卢卡斯什么时候在撒谎 这是后面的一个伏笔 父亲西奥说了一句让克拉拉回房反省 可见克拉拉不是第一次走失了 一天克拉拉的父母在屋里吵架 好像是在争谁送她去幼儿园 卢卡斯刚好经过 看她很无助 就给克拉拉的父亲西奥打电话招呼一声 送她去幼儿园 路上克拉拉还主动握了卢卡斯的手 但卢卡斯的表情有些不自在 她的幼儿园里都挺注意 只跟男孩近身打闹 从没有跟女孩有过接触 克拉拉拿了一个新型的玩具 折在一张纸上封好给了卢卡斯 一天打闹结束后 克拉拉上去嘴对嘴的亲了卢卡斯一下 卢卡斯把她叫过来 克拉拉此时撒了第一个谎 克拉拉可能是有点早熟 觉得卢卡斯和蔼可亲 就用她能想到的方式表达了感情 卢卡斯的处职也不能说错 但无意间刺伤了小女孩的自尊心 耍了小杏子 放学后 克拉拉的父母没有及时来接 园长就安慰说 咱俩一起唱圣诞歌吧 但克拉拉却说自己不喜欢卢卡斯 她说了第二个谎言 这个就太致命了 克拉拉目测也就五岁 她的思维容易涣散 在真诚的说了一个谎言后 马上就跳到圣诞节的话题 丝毫没有觉得撒了个谎有什么问题 但作为成人的园长听进去了 至于她为什么会提到男性的生殖器 之前有一个伏笔 几个臭小子曾拿着派的看色情图片 还在克拉拉的眼前晃过 留下了印象 她的说辞也跟那个男孩吆喝得很像 今天的卢卡斯挺开心 终于争取到了儿子来跟自己住 还跟园里的同事那家喝了杯咖啡 那家有较高的教育程度 而且是外国人 大概是来自瑞典之类的邻国 平时都是讲英文 但也能听得懂丹麦语 她说没有找到匹配自己学历的工作 在这先干着也不错 那家明显是对卢卡斯有点意思 还说希望下次单独约 北欧国家有打猎的传统 男人们经常上山猎路 卢卡斯这天运气不错 一击即中 傍晚猎友们集合在好友布鲁恩家 大块吃肉大口喝酒 酒局散了 卢卡斯先把喝断片的西奥送回去 到了家 那家已在门口等 刚才他们电话已约好 一个离婚独居的男人自然有需要 下面是稍而不移的那种 事就这么成了 第二天他们一起愉快的上班 园长心事重重的把卢卡斯叫进去 他说的很隐晦 问他有没有跟某个孩子做过不恰当的事 卢卡斯矢口否认 园长不愿透露孩子的性命 说这样 你先停止几天 等我们查清楚 性侵对一间幼儿园来说 是很严重的事故 接着园长请来了一个叫欧勒的男人 好像是位心理方面的专家 他开始询问克拉拉细节 但女孩此时 却对昨天说的性侵故事完全否认 还说了句想出去玩 欧勒不放弃 接着问 他这时就带着一些诱导性了 克拉拉也许是想快点结束 出去跟小伙伴们玩耍 就都认了 欧勒建议把事情交给警方处理 他俩其实现在心里已经有初步的判断了 先入为主的认为 一个五岁的孩子不会撒谎 园长召集家长开会 说有一个特殊议题 会前先跟克拉拉母亲打了个预防针 说你娃可能被性侵了 而且是一个很熟的人 会上园长把性侵的事点出 并说受害者可能不止一个 让各位回家看看孩子有什么异常症状 比如尿床 头疼 噩梦什么的 并没有提及卢卡斯的名字 但这几个员工心里都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样的小镇没有秘密可言 不到一天就把卢卡斯性侵的消息传遍 晚上卢卡斯接到儿子的电话 连他都知道了 当真是人言可畏 枕边的那家听到后都乐了 睡了这么久 都没有发现卢卡斯有什么特殊癖好 甚至在姓氏上还有点笨拙 儿子的误会让卢卡斯出离愤怒 说好的是调查 没想到你拿着大喇叭喊得尽人皆知 他来到幼儿园找园长 大家的眼神明显有异常 园长忙着跟他划清界限 卢卡斯跑去找西奥 说要跟克拉拉当面对峙 但西奥说自己的女儿不会说谎 甚至找不出什么说谎的理由 克拉拉的母亲态度很激烈 怒喷卢卡斯是人渣让他赶紧滚 西奥也只能倾向于相信 克拉拉此时也有一些后怕 为卢卡斯辩护 但卢卡斯的恶人印象已经重下 很难改变 幼儿园的其他家长接连报告自己的娃 有头疼脑热等症状 这些平时肯定也有 但现在却不由的往性侵上想 觉得娃受了欺负 白莱娜家并不怀疑卢卡斯 但听到园里的人都这么说 亲上也会有些动摇 此时克拉拉来岸门铃 卢卡斯如惊弓之鸟 说你来我这儿必须告诉妈妈 否则我洗不清了 克拉拉哭着说自己闯了大祸 并说了一句很诡异的台词 这个其他人到底是谁 克拉拉没有说 有一种猜测 他确实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性侵 但因为恐惧 他就把精力扭曲到了卢卡斯身上 卢卡斯现在心灵脆弱 娜甲只露出一点点疑问 就被他赶出家门 人在家中坐 锅从天上来 换谁心态也崩了 圣诞节就要到了 克拉拉与哥哥在玩游戏 窗外下雪了 克拉拉兴奋的冲出门口 在雪中转圈圈 那个谎言造成的乱流 他不懂 卢卡斯失业了 警方介入正在调查 初步认为卢卡斯还性侵了其他孩子 家里背盘狼藉 就像他的心情 此时儿子马库斯来访 让卢卡斯欣慰的是 儿子选择相信自己没有干坏事 好友布罗恩到来询问情况 他是马库斯的干爹 也站在卢卡斯这一边 马库斯去超市买生活必需品 结账的时候 却被经理告知 他有父亲是不受欢迎的人 不需要理由 反正就是以后别来了 回到家 卢卡斯被两个警察逮捕 协助调查 走得匆忙 忘了留下钥匙 之前钥匙一直放在地毯下 而事情发生后 卢卡斯对外界的信任已经失去了 马库斯去找西奥 他们两家以前很熟 都互相存放着钥匙 马库斯说 现在警察都没有结论 你们凭什么在心里认定我爹有罪 还要跟克拉拉对峙 愤怒中吐了口水 年轻气胜的他 情绪失控动了手 自然是被揍倒在地 失魂落魄的马库斯去到干爹布鲁恩家 亲戚家的小孩在楼上打闹玩耍 来到地下室 布鲁恩通过朋友打听到明天会开庭 讲到孩子的口供时 出现了让人剃笑皆非的一幕 马库斯在干爹这住下 晚上他在照片墙上看到了年轻时的父亲 克拉拉老爸西奥 还有镇上的男人们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群同手足 但现在却充满了恶意 第二天清晨 布鲁恩带来好消息 说法庭宣判卢卡斯无罪 已经释放并在回来的路上 不一会儿 卢卡斯归来 父子俩如是重负的拥抱 两人都以为事情过去 把锅耳瓢盆收拾干净 卢卡斯一直想跟儿子住在一起 这个意外也算是夯实了父子的感情 但他们太天真了 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卢卡斯马上拿着棒子出门 半个人也没看见 前面有一个黑色的垃圾袋 卢卡斯去打开一看 大家应该猜到是什么了 卢卡斯强压着愤怒 但马库斯一看到芬妮的尸体受不了了 拿着力气要拼命 但他其实也不知道具体该向谁去复仇 芬妮在家里待了很多年 对父子俩都很重要 卢卡斯强忍的悲痛 将芬妮埋在了花园里 第二天卢卡斯去超市买肉 店员坚决不卖 两人发生争执 被揍得满脸是血 就在不久前 这些人还是他的邻居和儿时玩伴 现在却只剩下冷漠的目光 卢卡斯咽不下这口气 他选择反击 本来想靠着警察的结论洗脱冤屈 但现在看来是不行 小镇居民来了一个凝枉物纵 反正就算冤枉一个人 对他们也没啥损失 万一卢卡斯真是个坏人呢 卢卡斯坐在黑暗里万念俱灰 这天是平安夜 按照小镇的习俗 大家都会集合在教堂里听颂歌做弥撒 卢卡斯看着镜中挂彩的自己 这个伤并不是罪有应得 而是耻辱 他决定去 否则更像是理亏了一般 卢卡斯整齿一心 喝了杯酒壮壮胆 一学一拐冒雪来到教堂 大家看他的眼神很微妙 掺杂着恐惧与戒备 仪式开始像往常一样念导词 此时卢卡斯回头死盯着西奥的脸 西奥也没有躲避 他脸上突然闪出一丝惊讶 电影的开头导演做了铺垫 西奥曾自信的说 能轻易看出卢卡斯是否在说谎 他这次没有发现那个暴露心里的小动作 他对妻子说 我从卢卡斯的眼中看到某种东西 下面又来了一记重拳 儿童唱诗班出来唱颂歌 克拉拉赫然在列 看到卢卡斯还愣了一下 此时卢卡斯再也绷不住 在哈利路亚声中眼含热泪 近一年的憋屈终于爆发 太虐心了 这可能是建阵以来 居民过得最郁闷的一个圣诞了 回到家 克拉拉在父亲的怀中睡着 然后去门口抽烟 一会儿克拉拉懵懵懂懂的醒了 他仿佛看到芬妮蹲在门口 此时镜头保持在克拉拉的视角 进来一个黑黑的人影 他下意识的说了一声 你好卢卡斯 一切本不应该发生 西奥此时终于相信 是自己冤枉了多年的好友 一个中年老男人 在女儿的床边哭成了狗 女儿睡着后 西奥拿着食物和酒 要去找老友聊一聊 妻子劝阻 其实他的心里也明白 卢卡斯是冤枉的 但不愿意面对 下面这段戏拍的隐忍克制 开始卢卡斯很抗拒 后来吃了西奥带的食物与酒 但还是坠上了一句慢走不送 西奥说我偏步 想再坐一会儿 卢卡斯并没有坚持逐克令 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男人 在一切尽在不言中和解 时光荏苒 一年后 镇上的人约在布鲁恩家聚会 卢卡斯与那家和好了 马库斯与西奥的儿子亲切拥抱 先前的敌意似乎已烟消云散 卢卡斯又被接纳成了小镇的一员 今天之所以相聚 为的是庆祝马库斯拿到了狩猎许可证 在丹麦这就像是成人礼 证明你从男孩变成了男人 卢卡斯把家里祖传的枪送给了儿子 但卢卡斯发现 除了西奥与布鲁恩 看似祥和的气氛下面 依然是深深的敌意 当碰触到卢卡斯的目光时 很多人都选择躲避 下面导演安排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桥段 卢卡斯看到了克拉拉 并主动过去打招呼 还将他抱起 几天后众人去打猎 马库斯第一次合法持枪上阵 有些过度兴奋 险些吓跑了猎物 卢卡斯让儿子安静待命 自己下去探一探 走到小河边 几只鹿悠哉悠哉 还没有觉察到危险 卢卡斯悄悄地走过去 这时他并没有端枪 但此时枪声却响了 导演故意设计了逆光镜头 让观众看不清开枪者是谁 其实是谁并不重要 要的就是群体隐喻意味 此时观众才明白 这部电影为什么叫狩猎 卢卡斯以为他是主动的狩猎者 最后发现自己才是那个被动的猎物 这一枪充满了人性的预言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整个故事的反派是谁 表面上是克拉拉 很难想象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可以说出如此恶毒的谎言 但导演对他也并没有采取纯批判的态度 克拉拉根本没有意识到行为的后果 他也并不知道恶毒二字的准确定义 片尾他与卢卡斯的相视一笑并不是装出来的 只是单纯的认为一件糟糕的事结束了 长大后偶尔想起 可能会暗骂自己的年少无知 也就仅此而已 狩猎真正指向的是一种群体意识 一是轻信 孩子总是与纯真天真无邪 童言无忌等词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并没有任何科学结论 说成人比孩子更爱撒谎 相反成人因为有后果的责任担忧 说谎的几率反而会更小一些 孩童在没有生成道德自觉前 撒谎是没有负担的 有数个细节交代 西奥与妻子对克拉拉并没有到位的呵护 撒谎是克拉拉引起父母或成人关注的方式 二就是傲慢 在明白自己的谎言会为卢卡斯带来麻烦后 克拉拉两次都否认了先前的说法 但成年人此时却选择无视 傲慢的认为孩子是害怕了 不愿意冷静的复盘倾听 马库斯用被揍一顿的代价 想让人们放下傲慢 却没有成功 故事中卢卡斯的性侵没有被证实 但要命的是也很难被证伪 于是轻信与傲慢 两种截然相反的执念同时发生 这是个芝麻大的小镇 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卷入其中 那些诱导孩子们瞎联想的父母 那些相信流言的吃瓜群众 偏见一旦种下 就像蟒蛇一样盘踞着人们的心灵 那人们知道真相后 会深刻的反省与改正吗 导演用最后一枪 给出了一个绝望的答案 卢卡斯在有些人眼中不是个受到冤屈的可怜人 而成为他们心头的一颗刺 应该说人们的心底是有负罪感的 而他们的解决方式不是诚心忏悔 而是赶走那个让他们感到不适的人 卢卡斯的清白反而成为一种罪过 那一枪并非是要杀死卢卡斯 而是一种驱逐令 为了让自己的心里好过一点 人们就像那个古老预言里说的 杀死那个带来坏消息的人 这倒真的不失为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式 然后小镇就又恢复了往日的淳朴安宁 即使内里的真相是残忍的虚伪 这部电影还有一层内核是宗教层面的 像《哈利波特》 《X战警》等西方电影中 反复出现迫害少数异端的情节 狩猎也不例外 这种设定的根源 应该跟欧洲中世纪的猎屋运动有关 主流宗教往往把粮食欠收 疾病流行等天灾甩锅到巫师身上 以宗教的名义对他们进行迫害 狩猎里的卢卡斯不就像个被猎杀的梯队羊吗 成了大众赎罪心里的安慰剂 电影本身并没有任何血腥恐怖画面 却全程看得我脊梁发冷 悲剧并不是哪个人造成的 而来自于所有人的合谋 拷问着每个人的良知 狩猎最让人窒息的地方正在于此 如果换作《我是小镇》上的一员 会怎么做呢 站在道德的枝高点上 指责他人是再轻松不过的事 我对自己的良知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